啊 不是 扎金窝里了呀 啊 又一个双肩 乃尔双肩你就罢了 不是你狗追落凭什么呀 啊 我第二方协议在这里实名承认 是我狗叫了 我不应该对追落狗叫 哎呦我真的说不了了呀 这家我成小丑了 不对 我给所有角色的圣赢物 全部刷到了大毕业 哎我不是小丑好吧 那么差不多 肖宝一出满心是冤了呀 究竟可不可以在我的手里出销呢 那么好 林克接着挑战 第二十五天 进入游戏 我们先为肖来刷取突破材料 因为我们所有角色的圣赢物 全被秦灯长给安排毕业了 所以我们不再刷取圣赢物 为闲云18万的测纸来刷突破材料 将测纸停留至70级 领取每日委托所获取的奖励之后 我们足够一发单抽 紫光一闪 出了摇摇 今天是肖宝卡10刚刚先的日子 那么我们领取一下肖宝试用的原石 那么接下来 我们开启花灵书 一路上我们探索宝箱 开锚点 做完花灵书上中下全部任务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探地图 T1老师18次的探地图效率如何呢 在此期间 我们一直用小月亮来为肖宝刷取突破材料 而在刷突破材料的时候 也抱了许多狗粮 那么齐厅长 好 爆伤头 在大贡街 并且还有充能 如果第四词条 出一个爆街 齐厅长 得 没啥事 其实摄影物已经全部毕业了 再出一个极品摄影物的话 也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 我们的游戏时间 仅仅只剩下最后半小时 那么我们继续探索宝箱 那么现在 我们UB池足够来六发单抽 已经垫了33抽了 那么 你相信奇迹吗 我们连个子都没有 最后我们在探地图的过程中 游戏时长来到了五小时 原时还剩65颗 冒险等级来到了52级 只要销宝一出并拉满 那么满星十拿九稳 下一棒是我们的诺埃尔老师 不知会在谁的手中满星呢